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媒体人庄严老师 欢迎您 哎 我觉得最近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好像经常说话是言不由衷啊 但是我接下来恳恳的很真心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一号女嘉宾呢我其实认识她有好多年了 我经常看她做到观众席里 但是这么久也没把她嫁出去 我觉得我很失职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她的名字叫什么到今天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大名叫灯笼姐 我们来看一下她为什么叫灯笼姐 二号男嘉宾 我觉得这女士其实挺适合您的 您是北京人 对 我是北京人 国企退休了 我54 54 年里挺合适 哎呦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一下 哎呀 哎 您往这跟条站一下 哎呀 哎呀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好 你脸红什么呀 你现在连你韭菜姐的脸还红呢 多好记啊 这裤子穿得跟红灯笼似的 这叫灯笼姐 大家好 我是杨静 今年55岁 现在已退休 一个姑娘27岁已经独立 现在我退休 父闲在家 平时没事在家 收着收着屋子 做做饭 还要养养鱼 我希望我找的这位男士呢 要身体健康 有责任心 要干净利索 我们掌声有请 灯笼姐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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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你自己整的 哎哟 亲爱的 亲爱的 您好 酒菜下饺子 不是酒菜下饺子 嗯 你不爱吃虾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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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这个人 这个外形 那时候可知 嗯 人家外表 我肯定是一表人 您坐啊 韭菜姐 今天非常漂亮 哎 这个化妆室的工了 嗯 嗯 对 我现在受到老年痴呆 我怎么叫错了 刚才您讲的韭菜姐姐 哈哈哈 说明我的心里都是你啊 谢谢 说明我很喜欢你啊 你今天穿得太像一根韭菜 哈哈哈 哎 这个韭菜姐 和灯笼姐 这名字 火了之后 灯笼姐 您在家老人认出您来吗 有 有 啊 他们怎么说您啊 我坐姑娘车 人家问我说 你是那个 灯笼姐 穿电视了 我说没有啊 你认错人了 哈哈哈 关键是 韭菜姐 哎 韭菜人 灯笼姐 今天找着了 你以后多孤单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不孤单 我也祝福她 那个是灯笼姐 这个啊 这个酒菜 这个啊 这个是酒菜 酒菜 红灯笼 绿酒菜 我吃吗 这个今天来到这里 开心吗 太开心了 会不会觉得 真的有一天 自己坐在这里 和台下 完全感觉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说别人看 就是说觉得 挺简单的 这不就一百对结婚了吗 对于我来讲 我就觉得 这一百对 那个啊 它的意义 太深远了 因为就是说的 那个大部分吧 是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 他就是说的 那个 经历了坎坷之后吧 他重新再找到了 他的幸福 然后 就是说 他会 加倍的珍惜 再有就是说 他不单纯是这个 二百位单身 一百对的问题 他的子女 因为他的父母 就是经历了 这么多困难之后呢 他就是说的 放心了 就是说 我觉得就这个节目 太伟大了 谢谢 谢谢灯伦姐 我相信啊 灯伦姐不是一个 就是客套话 他一定是 由心而发的 钟老师 你哭了 我感动了 然后没哭 你能不能哭一次 人家说这么感动的话 开玩笑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 灯伦姐 非常的肺腑的一段话 韭菜姐 你是不是也是 这样想的呀 是 不是我特别想知道 人灯伦姐来相亲 你脸红什么呀 他提我高兴 对我提他高兴 他提我高兴 您是不是想 今年春节 就最好有人陪您过呀 有这打算 哎呀 太好了 好 我们了解一下 灯伦姐的基本资料 55岁北京人 李懿 您是列车长啊 对 干过列车长 哎呦 太好了 是那种 跑外地的火车吗 对 跑哪啊 跑的地比较多 像江苏 上海这一段 往后走的时间比较长 您做了几年列车长呀 就是快速修的这几年 一开始 里程员也做过吧 那一直就是列车 做列车员会不会特辛苦啊 其实他也挺开心的走南传北 你从这当个列车长呢 也不是那么 你没点魄力 没什么 没点能力 没点关联 那个你也干不了 首先我得说一下您的民族的问题啊 他跟马老师一样 他们两位 哎呀马老师 您要是单身就好了 我 我要是单身 那就 那个杨姐姐不用到厂上来了 我们厂下就解决了 对 您身边就没有回族朋友吗 有啊 对 您给姐介绍一个呀 但是没有适合姐的呀 哦 比如说个儿 姐姐个儿在这摆着呢 对 因为现在这个年级了 你要说偏底局限在这个民族上就又面就太窄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汉族也可以 满族也可以 汉族也可以 但他要尊重我的生活习惯 嗯 对这个应该追踪你 应该可以 应该追踪民族习惯 对生活习惯应该 应该可以 能接受 能接受 就有的人家就好像是爸爸是回族妈妈是汉族这样的 对 我前夫也是汉族 哦 也就是说您结过一次婚 不结婚 肯定结过 不是 你又不许笑话我 我的意思是说 您只结过一次婚 对 只结过一次婚 对我就这意思 您看您想哪儿去了呀 不是 你老年吃太多 真得吃了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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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我不如你 我不如你 来吧 来吧 真是的 我说不说这话 我的意思是您只结过一次婚 对吧 85年记得婚 90年离的 五年 那我们来说您那个婚姻 当时85年结婚 对 那个时候 我相信像您这个儿 您这条 您这家庭状况 应该找得非常不错吧 是自由恋爱吗 是自由恋爱 我们是同事 她是 也是列车员 对 然后你们俩一趟火车 对 就产生了美好的爱情 当时觉得是美好的 谈了多久结婚的 谈了两年多 那会儿应该特别美好吧 就您想 那火车上 他的挤车箱 您的挤车箱 半夜偷偷跑出来 嗨 我那干完了 你这怎么样啊 帮帮你吧 是这样的吗 当时觉得还不错吧 妈妈爸爸同意吗 我母亲死得早 我父亲 基本上就是 还可以吧 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您那时候脾气大吗 是因为什么离婚呢 因为她出轨了 合着您受过这么重的伤害啊 对 您什么时候发现的 八九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也就是您知道以后 就抉择了一年多 然后才离到 因为我们家人的言话就是 她那个样子 就是凭她不可能 照风惹蝶 是我没事吃饱了撑的 就家人都这么说 对 最后也让我给逮着了 在哪儿逮着的 在我们结婚的小家 看见了吗 我给她带到派出所了 您开门进去了吗 派出所人敲着门 我没开门 我就上派出所叫人去了 那您怎么知道里边是俩人呢 因为我们在楼底下 我看见她上去的 两个人上去的 对 工作上肯定是个枪项 是吧 工作在生活上 生活上都是枪 你找是对象 你找是 人也好了 你先把下边那个 都放在刺药地方 其实您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您其实心里边当时多么希望 这个婚姻还是可以挽救的 不是希望挽救 我就想那个抓她一线情 给我一个交代 给我们家人一个交代 要不然我交代不了这个事 因为谁都不相信 大姐因为刚才谈到了 这个带着孩子回家 其实家里人是反对的 对 说你就瞎折腾嘛 你就瞎闹吧 你就她的事跟她过吧 那个人不可能像你想这样 对 所以现在呢就觉得 没有办法交代了 对 于是呢 希望给家人一个说辞 对 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 王芳问您那句话 其实您是想 有一个挽回 您的形象就是 您现在把这个排除所请来了 去抓现行去了 大家可能会对您 有一些别的看法 当初想找她的时候 就想着她的事过日子 结果她没有她的事 跟我过日子 那我肯定又不跟她过了 对 所以当时心里边 我觉得啊 灯笼姐的性格 肯定当时心里面是有气的 绝对 就别说您 我肯定气比您还得大 就这事 谁碰到谁不气啊 关键是 当你找排除所敲开门 真是俩人吗 真是俩人 那您认识那女士吗 认识啊 哦天哪 认识啊 认识 那也就是说 你之前就怀疑 他们俩来着 对 后来你们见面尴尬吗 因为她这个工作性质 就是说你回来我走 我回来你走 要不刻意的话 那你们单位其他人 知道这事了吗 知道啊 那人家会不会 那他俩必须得结婚了吧 没有 那女士不会有家吧 有家 我的天哪 你这前夫这 打着灯了找的 这没好人 所以打着灯了 要不你前老穿灯笼裤呢 过去是一个灯笼裤 现在是俩灯笼裤 就是毕竟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啊 女儿和她爸爸联系多吗 有联系不多 她对爸爸有印象吗 没什么印象 多大时候她没有建立了这种联系 那等于上中学以后吧 那也就是从三岁多到上中学 爸爸一直没来看过 还是你不允许她看 我不允许她看 生气 要强 灯笼姐绝对是这样的性格 多要强啊 就是能够想象到 因为您那个时候 在那段爱情中 您认为自己是公主 或者我们外人看上去也是公主 因为你比她的条件好 无论是外形 还是家庭 还是各方面 条件都好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公主 被人给重重一击 从那么高地摔下来 所以那种恨 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你看啊 我对您跟韭菜姐 您生活中我都不了解 但是我就会觉着 这个您跟韭菜姐比吧 她就 她是 她是直 但她呢 就是她能捋过 就是她呢是 就是 能顺着人走的 但您的个性 略微比她稍微强一些 您可能说话会更加直 来 旁边这亲友团啊 来 您好 您好 妈妈 我想问一下 您跟灯笼姐熟吗 还行吧 算是挺熟的了吧 您这话说的 这哪带着亲友团呀 这是 经常见吧 对 她是不是说话特直啊 对 耿直 耿直心眼好 那个男人要找了她 那是后半生的幸福 绝对 而且我觉得 就看灯笼姐 绝对是你们这里的臭美大姐 是 那个衣服老多了 天天换 嗯 灯笼姐 跟你关系怎么样啊 不错 不错 你觉得你跟她 谁抠门一点 我们俩都不抠 都不抠吗 都不抠 哦 你觉得你们俩谁漂亮一点 灯笼姐也漂亮 为什么呢 我觉得您也挺漂亮的呀 我也不吵 哈哈哈哈 灯笼姐 今天来到这里 应该有很多才艺吧 下面我给大家朗速一首 那个路由的拆头缝 哎呀 红苏手 黄藤酒啊 红苏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 宫墙柳 桃花落 闲鲜驰隔 一杯仇戏 几年离梭 错 错 错 她朗诚的还挺好 挺好的 山蒙随在 锦书南拖 默 默 默 其实 这首诗呢 它是路由和表妹唐婉 他们的爱情因为妈妈的阻挠 不能走在一起 当他们分开之后 路由写的这么一首诗 叫拆头缝 也非常著名的一首爱情诗 可是它里边呢 说 这个 有很多啊 就是 就是那种怨 但是那种怨呢 又没地儿发 他你说他又东风饿 东风指妈妈嘛 他又不能说 所以我就觉得 挺像这个 灯笼姐的生活 他对那段感情 说实话 嗯 我不相信他当年 没有爱情 一定有 有很深的感情 他被深深的伤害了之后 到今天 他讲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他在讲刚才那一段话的时候 讲他前夫那段的时候 他基本都是咬着牙说的 然后 跟我们一说话又回来了 对 庄老师啊 其实 那里都已经不是恨了 对 更大的成分是一种蔑视 嗯 很少有人在这台上说 说到前夫的时候 是这种状态 呃 灯笼姐在我们和我们编导 接触过程中 编导有一个反应 就是太直了 让人感觉到 身上有着某种东西 我们看似直接看上去 像是一种傲 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傲的人 是一个多么要面的的人 他最后做报警这件事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骨子里的东西 说句不好听 天底下 你要让他丢脸 他跟谁都翻脸 到最后他做了一件 让自己丢脸的事 他让自己丢脸的目的是什么 没退路 灯笼姐典型的 就是那种刚性 你看那骨头筋硬着 骨头 骨头里的全是裂份 都是扛出来的 谁都不知道 谁也看不到 伤全是内伤 所以带着内伤往这一坐 这就别再伤着别的男的 这就是在你离婚之后 这一段日子里 就是二十四年中 漫长的时间里 就是您有没有碰到过 一个您喜欢的 就是我想知道 您有没有真正爱过 有喜欢的 也就是说您曾经喜欢一位先生 嗯 他对你也不错 对我也可以 但是对我孩子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就是还没有想到结婚 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的时候 您就已经放弃了 对 因为 就是说 我觉得我孩子挺可怜的 我不能说的 为了我 嗯 是这样 您女儿今年多大了 二七 她现在找对象了吗 还没有呢 等着你呢 哦 也就是说 你们是母女都需要 女儿来了吗 女儿今天有别的事 咋不来呢 女儿知道您上选择吗 知道 女儿支持吗 支持 她自己 支持自己上吗 她呢 我得做她工作 而且我觉得 我对灯笼姐这么多年的了解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 而且她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比如她坐在观众席里 我采访她 她什么时候都大大方方的 就她不是那种说藏着掖着什么样的人 所以跟这样的女人走在一起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她捋顺了 那就玩命对你好吧 你就幸福生活万年长了 来一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我能听到您 您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心情挺好的 心情挺好的 这个您看到没有 我们观众席上有很多单身的 看到了 看到了 您是哪里人啊 五号 河北人 河北人 在北京待了多少年了 接近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你把古董话说成这样的 五十年了 他这普通话说的 您河北人 你几岁到北京的 十七岁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五十七岁了 五十七岁啊 那您明明是四十年 这不四十年算错了吧 五十年了 六十七 小啊 下小啊 不是 一号男嘉宾您到底多大年龄啊 算不清楚 六十七 您哪年出生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号 属狗的是吧 对 没错 狗尾巴 狗尾巴 刚过生日 狗尾巴是吧 对 我以为你说我是个狗尾巴花呢 您怎么能说自己五十七 前边您已经把大家给带勾来了 您说您迟胎的 如果别人不配合一下 也不合适 关键是 这些人说他来北京五十年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五十年 他还把这个普通话说成这样吧 这就说明他那个语言天赋吧 对 来 一号男嘉宾 一号大哥 你好 王芳 那个您的普通话说得很好 对 这就马老师夸奖我还行 马老师夸奖你 就马老师我们老乡你知道吧 哦 请问您到底是五十七还是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但是您的心上五十七一样 对不对 对 没错 没错 对 那个您在北京五十多年 那您北京户口吧 北京七八年来的 不是 您的户口是北京的吗 北京户口的 七八年户口到北京了对吗 对对 您户口在哪个区啊 海淀 海淀区 您在哪个区啊 东城 东城 您现在住在海淀区吗 对 您各高吗 还行吧 你有东龙姐高吗 可能要高一点给他 我一米八零到现在上下 一米八零 一米八零啊 东龙姐在人家心目中你一米八 你看看啊 东龙姐这么高 您估计你有他高吗 我比他高 你比他高啊 对 您您您觉得我有多高啊 你呀 你一米六六六 他太会暧昧我了 踩在椅子上一米六六 来吧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张老师好 叫他 张老师 这 灯龙姐 你好 你好你好 哎哟呦 这人 他闹了 他也熟悉的 画面中的这位二号女嘉宾 名叫钟双霞 可能您并不知道 为何当他看到台上的一号男嘉宾出现后 会有如此反应 其实在之前 他们就通过老年交友俱乐部相识 并且有过一面之缘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爱情火花 让我们一同关注 来 这二号女嘉宾您好 您对这位男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你觉得他眼熟吗 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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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过吗 你来过吗 第一次吗 今次了 今次我没上 我去小单子看上 那您在哪里看上他的 我们是一个QQ群里边的朋友 哦 你们是一个QQ群里的朋友 对 见过面吗 见过 见过 嗯 哎 这太奇怪了 那你们俩谈过恋爱吗 没有没有 确实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 哦 要不然我说这还整出个前女友来了 您知道您还有上QQ呢 我不会上 特别 那他人说跟你QQ群的 可能拿去场合见了 他不会认错 你上QQ吗 我不上 您认错人了吧 可能是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哎呀 今天呢 哎呀 我天哪 我今天呢 每一个嘉宾出来 都 因为我们的导播告诉我说 方姐赶紧联系二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跟她很熟 我一听 认错人了 您看您这长得一张大重脸啊 就是我们群里边有好多不上网的 他们不上网 然后呢别人就通知他们明天要去哪哪活动啊 明天唱歌去吧 明天去哪哪玩去吧 杜先生您50年这普通话 他也没改过来呀 我小孙女说 咱们家的都爷爷说话有样 就我自己说话有样 就您一个人这样说 别人都能说普通话 您万一找一北京媳妇 这个说话 人家能听懂吗 这话能嫌弃我 还是嫌弃您 对 因为我看了您的这个基本资料 我觉得您条件很好啊 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啊 还行 还行 在部队待了多少年 18年 18年 83年就专业了 83年就专业了 那你专业之后做什么呢 当了五年书记 20年的小经理 哦 原来你是个小经理啊 科技干部 客户的 但你管多少人呢 多的时候也有三百多人 哦 也大经理啊 67了 还蛮精神的 还行 还行 身体好 好 我隆重给你推荐一下 灯笼姐 挺好的 但是我就怕他人家嫌你年纪大 对 没错 而且 也挺谅理 挺好的 非常奖礼 对 官员他对男的太好了 我怕你受不了 对对 没错 没错 来交流一下 我性格绕相一点 什么 我性格偏绕 性格偏弱 对 所以您就得找一灯笼姐这样的 给您管家理财 然后呢 那个都管着 来吧 交流一下 你好 你好 你有什么想问的 您问吧 其实您说的 好多里面都听到了 我们两个对你出现都挺高的 谢谢 一个是工作能力也好 其他的 里里外外肯定是个 领导肯定是 也是个卓业的 家庭也挺好的 去交流也挺好 您看人家列车掌 列车掌管不少人 列车掌 这个一般你可当不了 你不管哪个同事好的 一个顾客 再将一些内部的服务员 你每个管理能力 那可都管得不了 只是听语声 可能他听不出来 因为我们交流的不多 很少 您给灯笼姐打多少分 96分 96分 很好 刀笼姐对这个相应上怎么样 这个人肯定 肯定事业上好 这个家庭好 肯定是 一把手 没错 就有一次我们去玩去 就好像找到 我也下车 她也下车 往里走 我们就有一个聚会点 往里走 我说你过来了 就这么一句 反正我们一路走就聊 聊聊我就不想聊那么多了 就回避一下 我就走了 就单独走了 好 那刀笼姐即将离开现场 您有什么话对她讲吗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是吧 行 真是幸福 祝你幸福 还是祝我们幸福 对 祝大家都 都幸福 您觉得灯笼姐 这刻儿咋样啊 行 我问你 您介意这个年龄差距吗 看眼圆吧 看眼圆 也就是说 如果感觉好 你不在意 我不介意 人家说不嫌你老 对 你嫌她小吗 不嫌 好吧 好吧 谢谢灯笼姐 欢迎送一下 欢迎送一下 感觉挺好 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见到一位男士 总体感觉怎么样 总的感觉 这男士也应当 也应当是一个挺好的男士吧 要单纯的从那个年龄界线 可能有一点大 但如果说有机会呢 也可以说的 见您面聊聊天也可以 原来是不是想着最好别来这找 别上台 也就是 对 我都不要上台 其实现在 也 八年了也不一定 也没办法 也就是说您单身八年了 单身八年 那您的爱人是 是离异还是丧偶 丧偶的 爱人去世了 06年去世的 06年到 到明年是 3月4号 这个八周年了 我特别想知道 他是突然走的吗 还是慢性病 突然走的 心脏病走的 心脏病这种东西 经常就会 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内 人就不见了 倒不是弄上 也都 半个多小时 很快 倒不是一个小时 当时您在他身边吗 我那儿媳妇 我们两个在哪 当然还有什么反应吗 也没说上哪儿不舒服吗 也没吐什么的吗 没吐 以前反正总期的 也是一个单位里忙 但一个 关注小孩多一事 孩子孩子也多 一个房子结婚呀 工作呀 这些事 这种忙这些事 关注它少一些 所以好遗憾吧 现在好遗憾 以前都说 完了 退了休啊 小孩都没事了 咱们俩共度夕阳红 对 出去玩一玩 其他的 结果根本没等上 享用生活 对 他就走了 小孩都 孩子们都现在 过得挺好 房子 其他都 都办得挺好的 就三个孩子都有房子 三个孩子都两个 都有房 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对 就没人跟您挤 对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在 也没人跟您挤 您也不热闹 对 反正也 一人也哭 是 如果您想想 他要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儿媳妇 有一小孙子 有时候是烦 事多 但是呢 也充满了乐趣 对 老爸突然走了 你很多年不适应吧 其实觉得 走一个走得太快 但一个觉得 很对不住的 你知道吧 跟着我 老是忙孩子 忙什么其他人 这个没事的 小孩 越失业有成本 越高就好一点的 这感觉越对不住 一点反正 跟着我也没有 没太享受了吧 但是总体来讲 像马老师也知道 一个 在我那儿 出来也不容易 不像现在 你进北京 那些有先 那时候 要求标志 要求挺严厉 但是近来的时候 大家也都 在家里 也挺羡慕 是吧 你看 那些家属 孩子都带出去了 我特别理解您 因为我会觉着 其实 在您的心里边 您会有诸多的 遗憾 要不然您不会 眼圈红 您肯定在想 如果他活着 我们该多幸福 对 现在我们俩 共度夕阳的时候 也有这个条件了 孩子们也支持 我们也可以出去 溜达溜达了 那时候 我一天就上班 早晨起来 到一早 跑去机关吃饭去了 中午 晚上得有点应酬 到晚上 以后的十二点钟 除了 背着单位的事 也得背着孩子 这一套程序弄下来 全不就业了 孩子也难好家了 单位里是 圆满记号也画上来 这时候 这人还是挺老实的 挺老实的一个人 挺本分的一个人 您会谈恋爱吗 这不行 这真不行啊 这不行 来咱试一下 来现场哪位 来韭菜姐配合我一下 来 您现在不要当 您是韭菜姐 您要当你是灯笼姐 明白吧 这俩啊 咱模拟一下 看你会谈恋爱吗 请坐 不行啊 这不行 你别上来就不行啊 这个先生 这不是给您介绍的 这我绿姐 就绿衣服的绿啊 绿姐 这是我们那个先生 你们俩现在的场合呢 是一咖啡厅 来服务员点点餐 我就是介绍人 我就先撤了啊 二位 二位需要点什么 我们这儿有茶 有咖啡 您需要点什么 二位谁点 你点点啥 来两碗咖啡吧 行吗 来两碗咖啡 你喝过咖啡吗 姐您是要 这么大碗的 还要这么大碗 来两份咖啡 两份咖啡 好 您要两杯咖啡 不是两碗咖啡 我们这儿 还没有那种器皿 我们只有杯 好 先生您看 您还需要加点什么吗 除了咖啡 我们这儿还有瓜子 还有其他的干果 你需要点什么 女士点 餐巾纸 要一份 要一份那个瓜子 西瓜子 南瓜子 还是葵花子 葵花子 您要一碗还是要两碗 大姐 我说您这牙都磕成那样 还要葵花子 可以了 先生您呢 我去看听女士了 好 他点什么 您就点什么 对他点我随意 行咱俩去上东西吧 菜上文字 你得点点 这咖啡 喜欢我吗 怎么说 你现在是帮我这个演员 您别拉我自己对号入座 您是一演员 现在 好 您喜欢我吗 其实你挺好的 人家挺好的 谢谢 继续问他喜欢哪 人家说挺好的 人家说没说 对 就是挺好的 哪都喜欢 你说那咱俩谈恋爱吧 那你怎么说 没事说吧 这演员找的太差了 回去吧 回去吧 这不行呢 这是咱俩嘎到一块的 你说我又 我也不会给你问 对呀 你谈恋爱 你不得问问人家喜不喜欢你啊 来我来吧 来 借我一个微信 其实要在我 我也不会问你知道 来 这也没关系 不像啊 那头发就就就就那么着吧 那那是王导风格 说话说话像就行 说话反正不用学都像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大哥你好 你好 你不要这样直勾勾地看着人家 我这边呢 这不是王芳介绍咱俩认识 咱俩就直奔主题吧 我的孩子也都工作了 就我一个人身体也挺好 您说说您吧 我小孩也都独立 孩子都没事 都没事 对 也没负担 我自己经历调整 我自己经历调整 搞什么也行 我现在呢就是户口没有过来 这不是跟着孩子就到北京来了吗 已经在北京待了几年了 孩子也结婚 现在他也不想给我添麻烦 我也想找一个伴 王芳介绍说您这人特别适合我 您觉得呢 其实户口现在也无所谓 国家政策也在 也在慢慢的 这明年后 您不介意我 我不介意 好 那个 我现在呢 因为没有地儿住 如果结婚以后 外边租房也行 反正我那边是没地儿 我平房有个楼房有 这样不用租 行了 行了 马老师 您这不太像啊 你没空手 这个女人能看上了 应该 这个先生非常大 无论面对韭菜姐 还是面对马老师演的 这个不男不女的女士 就是先生是有关必达的 对 而且他很坦然 而且先生一定是 无论在单位也好 在部队也好 有一定的职务 那么对待所有人 他能够掌握到一个 非常准确的职务 比如他对这个韭菜姐 韭菜姐在那 他自个都张不开这嘴 说你喜欢我吧 我们会觉得 他如果张了嘴 先生肯定笑张 先生一点都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尊重 对 我知道你在演 但是我很认真地告诉你 就是韭菜姐说我在演别人 但是他回答的问题 大家能够感觉到 直接对象的还是韭菜姐 对 他说你挺好的你 对对对 为了让韭菜姐以后 别在我们这儿 这个丢这样的人呢 你就今天请韭菜姐 好好去喝个咖啡 姐没事 行吗 哎呀 不会吧 对对 还最后这韭菜姐和东东姐 喜欢上的一位男士 这可怎么办呢 喝咖啡 饭玩就一块挺没事 我觉得韭菜姐 性能嫌太大了 她就是她的本身性格 这就是 对 其实很真实 挺真实的 所以这样挺好的 我想问一下韭菜姐 这不影响你们俩友谊吧 万一要是您跟这位先生 早晨怎么办 你为什么呢 这位先生我一看 丧好我俩子 岁数大点 岁数大 你不觉得先生人挺好的吗 人是挺好的 嗯 就是岁数大点 您呐 您能不能把您的条件 稍微降降 对 这韭菜姐 您不能老这么嚼 您找那年轻的丧偶子 我们真没地儿给您找 韭菜姐 你去不让我们多着急 来 邓笼姐 你好 方美 亲爱的姐姐 刚才这一段表现 您对我们这位先生表现满意吗 我对那个韭菜姐的表现满意 那您对先生的表现呢 先生没有 韭菜姐表现好 但是我觉得先生很好啊 您看你也看了这么多期节目了 我觉得他非常的大度 也很大气 一点不是那种 就coco social 一点都没有 我觉得他人家挺合适的 待会让他就请客 等会 你家我听着像吃醋了呀 完了 我这一个不经意的 就整着你们姐妹俩 打起来了吧 说你俩一块喜欢 是 我还是这么说的 他喜欢他好让给他 不是您这 哎呦我天 完了我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这整的 依您对邓笼姐的了解 她生气了吗 她要生气的话 就说 那个韭菜姐 干嘛呀 你知不知道今天 我是干什么的 您再部队呆那么多年 军歌会唱吧 我得唱着我得不不得 我们陪你唱个打把龟来吧 我们陪你 咱们一块打把龟来 好不好 打把龟来行 好吧 咱们一起 好不好 一块啊 您起个调 日落西山 红下飞 战时打把把影归 把影归 雄鲜红花 迎彩下 一块的歌声满天黑 一二三四 大哥 您把那米骚 辣米骚 辣骚 你给辣了 你忘了 对关键是 全场观众在那 米骚 辣米骚 然后他一个也是歌 稍微的 我叫假带一点 两句都忘了 是什么意思 你找对象 不能那么简单 对对 二号李嘉宾说呢 他曾经认识您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 不愿意说呀 如果真认识 就认识呗 我特 我比较包 口口烂熟 我什么都不会 到底是认识 是不认识 认识 能不认识吗 我一开始 那他不愿意认识 他不愿意说 那我就说不认识吧 来到信息 我能看 是我不会发 我待会上去的时候 你看他什么反应 你看他认识我不认识我 现在他不承认 我也不多说什么 其实那你可以理解 那我们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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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哎呀 又到身上见得你 真不容易 嗯 就算是好 大家好 我叫钟双侠 58岁 现已退休 北京人 女儿现在结婚了 我是一个人住 平时呢 就喜欢搞搞卫生 归着屋子 然后再有时间上上网 虽然一个人的生活 比较简单 但是我感觉很快乐 我的性格就是那种乐观主义 我愿意寻觅一位 同样喜欢运动 热爱生活 有演员的男士为伴 他在哪见过呀 长浦和公园见过 潮白和公园 那不有一个活动地方呢 那个登楼大姐 还要年轻一些 挺时髦的还是 其实我们见面 见了不知一次 但是都没说过话 有一次说过几句 我们俩在哪 砖塔那下了车以后 往里走 但是都没说过话 我觉得这个男子 可能想掩饰点什么东西吧 也就是说 您还挺爱参加活动的 也一般我去 也相当没事吧 那挺好的 我觉得社区活动 我们就是有时候 大家一起聚集 一起玩 没错 您有气候团吗 有 要介绍一下您的妹妹 哎呀 好处好多 优点很多 在我眼里几乎没有缺点 蛮人 玩人 绝对的玩人 一个人咬着牙 把自己的女儿 培养成大学 自己当成 你看她是个体 哎呀 说得要想流泪 真不容易我这妹妹 我们友谊 二十多年 我见证了她的闺女成长 从离异 很小孩子 很小她就离异 怎么说呢 李家是把好手 国日子是把好手 她性格好吗 性格比我要好 我是比较直 嗯 不会找玩 她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体谅对方 能换位思考 因为我也曾给她 张老国介绍个朋友 见了面以后 我觉得都不行的话 我说话很直率 她都尽量给人一个面子 到今天她是真不容易 好的 谢谢您啊 请坐 我来跟着这位大姐 推荐一下我们厂上 这位二号女嘉宾 因为她一上来呢 拎了一个袋子 袋子里呢 是一大袋啊 甜品 然后呢 我正好很渴啊 我就让他们给我弄了一盒 我一尝呀 我就会发现 这不是普通的甜品 它里边一定有 很好的中药 对 你这里边放什么了 这是有银耳 有大枣 我感觉有参味啊 有枸杞 有参 有虫草 还有甘草 也就是说 你们你们家看家的东西 都放进来了 就我都喝了 你怎么办呢 反正凉了也能喝 是热了也能喝 凉了也没关系 就那种的 酒菜铁 拿网喝咖啡 你刚才站这说 我觉得这特好 所以让他们给我弄了一盒 我就让他们给我弄了一盒 一盒 一盒 你们不能这样 对一个严重休息不足的主持人 喝一口 我刚喝了 我这不能补大发了 本来就累 一补大发明早上更好了 满嘴都泡过来了 这个不至于 好 来这样啊 这个二号男嘉宾您好 二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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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叫二哥 二哥 你觉得我二姐怎么样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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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笼姐呢 灯笼姐也不错 哇 您的哪个都好啊 看着这个 看着这个 二号女嘉宾呢 特喜庆 对 对 他爱笑 的确是 好 那先生 您因为跟他很熟吗 那您休息一下 好吧 先生肯定一猫 怎么在这会碰到熟人 对 您今天想到了吗 就上来这个二号女士 竟然和你认识 对 这个没想到 没想到 他上来之后 你当时什么感觉啊 他上 其实我们在活动上 有些老家呢 他都没说过话 其实就行 挺好 您什么时候离异的 哎呀 我有两次婚姻 嗯 第一次婚姻是89年 89年离异以后 然后带着孩子过了三年 等于是 我又有第二次婚姻 嗯 第一次离异是什么原因 第一次离异 说起来 那次婚姻 可以说就是一个 不成熟的婚姻 当时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书记 介绍他的战友的一个孩子 然后呢 也是一个大家庭 我公共当家 嗯 就是他这个管家的方式 我有点接受不了 然后就是 我们在一起生活嘛 不管是挣了多少钱啊 什么的 你都得归给他管 给孩子做个备活 干个什么的 你都得要跟他要 他要是不高兴的话 就是小鸭的片子 做什么做 就这样 反正说起来 生活所在挺多的 都得要是我直接去面对公公 小孩的爸爸 就是跟他 他根本都不敢跟他爸爸说 所以第一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三年之后 您又碰到一个 这次您会不会觉得自己深深爱他 当时 那个年代就说爱这个字 我觉得好像还没有那么深 好奢侈 好像 好像觉得 就是想着 带着孩子 不是像我那时候的想法 当然有人是那种 因为我看了 那个时候的很多小说 像我们熟知的 有一部电影山楂树 讲的就是七八十年代那种爱情 我其实挺渴望的 但是我没有 我还真是挺渴望那种爱情 那你第二个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那个人确实不错 我们其实最后 也经过十年的婚姻 我跟他并不是什么爱了 那就是亲情可以说 你们俩有孩子吗 没有 那我想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离婚 也是怎么说呢 我的前一段婚姻 是听老人的安排 后一段婚姻 这十年是听孩子的安排 是他的儿女多 他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当开始去的时候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孩子还小 他有一个儿子还挺小的 并且刚从结合医院出来 结合这个病 可能要一服药 就是连续的一两年 那个孩子是个男孩子 十四五岁 也在家 然后他们没有妈妈了 吃药啊 还有生活各方面 他爸爸就是安排他 就是太困难了 然后他还有三个姐姐 三个姐姐 当时有一个大姐结婚了 那两个都没接呢 但是他们都有工作 不成家回家 在家管理他 然后我呢 去了以后呢 就是反正家里 这一块全给我管 就等于是都交给我了 儿子要结婚了 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条件 什么后妈呀 在这里边 可能就人家觉得 关于不好处 提出了一些条件 儿子的未婚妻 对 提出了一些条件 那头呢 就是提出了一些条件 然后就这样 后来老头觉得也挺为难的 然后就这么着 我们俩就是心里离婚了 然后老头就跟您谈了 现在这儿子要娶媳妇了 人对方提出这么个条件 当时也面对着那边要拆迁嘛 他们家也觉得好像我是后道着的 万一要是拆迁了 回头再有些什么要求什么的 是不是 我也带一个女儿去也是 这十年当中这么长时间了 也是有想法吧 可能是 所以有些时候也有一些过不去的东西在里边 就是从哪儿子也要马上要结婚了 这是接着就是挨着拆迁这个问题 都躲到一块了 然后就提出一些比较让我接受不了的东西 老头也确实接受不了 实际上老头也挺为难的 就这么着 其实刚才您那笑着说的 说的全是委屈 谁都能聪明 也不完全是 真的 我就是这个性格 我这人就是这个性格 过去就过去了 不管是遇上多大的难事 睡一小觉第二天没事了 总会有过去的时候 您想找的刚才我听到了 第一是家里子女少一点的 对吧 也不一定绝对的 其实有一般的都有一个孩子 顶多两个孩子这种的 现在这孩子吧 说起心里话都受过高等教育 其实刚才编导在录制之前呢 跟我聊了一下您的故事 我觉得您在第二段婚姻中 其实最后还是挺受委屈的 可是您自己呢 似乎并不愿意谈起 就是两个人有感情了嘛 都十多年了 那这会吧 我觉得一些问题 两面上看就是说 可能是子女的问题 实际上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孩子少了一个都够你受理 至少比两个好 当时我都替他想不通 我说去替他打抱不平去 他什么事让您要想打抱不平 就是因为他那个要拆迁了 那边子女先气他了 让他给他扫地出门 他一进了门 他就说 我说句实在话 刚才刚开始 跟那个男的结婚的时候 只有正房两间被房 他在 一块砖一块瓦 都是他去弄 因为那个男同志比他大一点 身体不太好的他 生生地把这家盖起了十几间房 就是他一个人 到这儿子要结婚了 一是先进 亲母不能在一起 怕有矛盾 我就说 如果是亲生母亲有矛盾 你就不过了吗 我就要替他问这个 还有拆迁 你老头子 你当时找他的时候 你想没想你的孩子 他就还劝我 换位思考 他也不愿意 他也不容易 不是 后来 他就这么说 也就是说拆迁的时候 怕这位女士拿走东西 他怕您的女儿去跟他们争论 我女儿说了 我女儿说我不要 人家女儿现在大学毕业 留个学 人家现在在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单位经理 混得比他们任何的孩子都好 特别的孝顺 知道他妈不容易 很孝顺这闺女 这女儿很孝顺 如果没有这位大姐的补充 我们根本不知道您经历了什么 您只是说 哎呀他们家孩子或什么 但是一有了拆迁这两个字 所有的在北京待过的人 就都明白了 这里面意味着什么 说在的你说哪有说一帆风顺过来的 这吃点苦也是一个财物 你知道吗 您呢虽然经历了一些 我们用道德的标准去评价是不公平 但是依然很乐观 这一点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 对 通过别人的语言来描述还挺难的 但是只要过来了 就没有那么难 如果真难的话就过不来了 没错 而今天呢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呢 北京山东人啊 那他是一个特别爱唱歌的人 咱们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大家下午好 您好 您好 您先说说对我们二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啊 第二号女嘉宾挺好的 挺好 好像长得挺像南方人 气质和肤色都挺好的 还有肤色您都在意啊 对对对 不是那样 你一出场就能观察到啊 请问您多大年龄了 我55 55岁 可是他比你大 大而已 我看了大不是大三岁吗 女大三 女大三抱金砖嘛 是不是啊 这这这都不是 现在还抱你 对这都不是 关键是这位先生啊 哪都好 唯一的缺点就我们俩有一样的问题 那那是爹妈嘴的 那那也没办法 不算问题吧 对哎呀你看这姐说不算问题吧 哎呦 真的是不算 这个女大三抱金砖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先生的基本资料 希望找一位能自主婚姻子女家属 不参与婚姻的女士为伴 这看来一定是前面谈恋爱 有很多子女参和来着是吗先生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离了以后 我我是现在刚开始找 原来是我年轻没想着找 离了多少年了 离了十二年了 您原来在银行工作是当地工作是吗 对是银行工作 在山东吗 在山东 那您现在回来以后住哪呢 我住老家那儿那个通州 张家弯 张家弯 对 看着挺顺眼的 长相啊 身材都可以 其实您非常有才华 才华不是说是太大 但是呢也有一点 你说你比方讲 在家里以后家务特别干的特好 人都说 前期说话呢 能爱好 但是呢 煎炒烹炸 是一个嗜好 特别爱这个 爱做饭 爱做饭 著名的厨子 著名的才法 都是男的 这属于看着顺 不讨厌吗 属于但是个儿有点爱 我们一号女嘉宾 跟年纪有点不合适 因为那个高啊 对吧 它太高了 这个二号也高啊 你要是真站在一起啊 你站一下我看一下 可能也不搭 如果是你穿个平底鞋 也还成 我这鞋是平底鞋 这样一站 还稍微能凑 是吧 零多 如果和一号女嘉宾 可能又有点不太大 一会儿您换上庄老师那鞋就搭了 对 那是可能 庄老师 庄老师里边有内膏跟 内膏跟 鞋里有秘密 和二号女嘉宾 如果是有约会的话 我就买一个内身高的鞋 算不上 哎呦 这二号先生太幽默了 性格好 是不是姐 性格不好 您试试 假如您这鞋已经穿上那个了 那你穿翘一点 穿翘一点 这个挺大的 这有差的 这样如果是高这么下就大了 对对对 王老师您知道 想知道我的前期有多高吗 您说说 一米七二 当时找的时候啊 也是穿高跟鞋 那时候我都穿高跟鞋 为什么呢 我这个颗 别是找个矮个子 回头 孩子 再搓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想到 已经能提倡一个取倡补短 后来呢 后来我两个 两个女儿 我找一米七二 我两个女儿都合成 一边一个 一走的时候 一边一个就这么高 就这么大 也是一米七左右 不到一米六八 就被您给综合了一下 对对综合一下 所以说这是我的聪明之局 说他性格也很开朗 就是很踏实 因为很极爽 儿行千里牡丹幼 来送给大家 离伤在天际间 班柴多吃几口 出门在外没有 毛的小米粥 很精心精累的去唱 挺真心情的 很动感情 很投入 妈妈要你留 很好 好 愿天下父母 岁岁平安 我想问一下 这个女嘉宾您觉得 假如她要喜欢你 你喜欢她吗 如果喜欢我的话 我肯定喜欢她 她很开朗 我看上没有 来三号女嘉宾 三姐您对我们二号 男嘉宾印象怎么样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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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姐 您呢还没有到场上 那个您介意她的身高问题吗 不介意 您多高啊 一米六 那咱俩差不多呗 就是 那我想知道您是哪里人 我是云南的 云南 啊 哦 那么老远 在北京啊 云南有很多美丽的风景 还有很多好的食品啊 对 您在这里做什么 厨师呗 厨师在这打工 对不对 对 很不容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三号女嘉宾挺喜欢您的 哎 但是您要跟三号女嘉宾走一块吧 也有一个麻烦 这个三号女嘉宾也爱做饭 您也爱做饭 到底你们家到底该争了 谁做饭呢 嗯 那 那就是说 那 那还是女 女的做饭吧 哈哈哈哈 来 二号女嘉宾 您即将离她现场 有什么话对她讲 祝你和别人相亲成功 好 谢谢 为什么呢 那就是 怎么说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我就觉得 她跟别人合适 跟我不合适 跟你说 跟您不合适 跟我不合适 你也够直的 我看出来了 你看你要问 我就直接了当告诉你 你还不说 你家三号金砖呀 报不了了 这个岁数报不了了 哈哈哈哈 咋就报不了了呢 那一块石头的砖 都报不动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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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她不是我要的那类型 当然这人是不错 但是我要的那个类型 还不是她这样 您什么时候 想起来回北京的 我离婚以后 我就回来了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离婚的原因 一句话确实也说不明白 因为我父母 都是国家干部 都是从事金融银行 这一块 他家人呢 是两个小学教育员 所以说这个 他家人两个老子 爱参与这个家庭的事 我们两个老子 不爱参与这个家庭的事 您觉得是门不当户不对 有点那种差异 有点差异 有点差异 因为您想 咱们经常说小鸟依人 它依不着 所以它就强势了 一个 当时我说找 按照大个找 取长不短找 这是一个大的因素 有一年的 你这个新婚 有一年的好时间 不能说不同出同进 是不是 之后来有了小孩以后 这种局面现象就没了 这是一个因素 您有没有问过他 就是说你是不是嫌我矮啊 什么的 没有 这个交流也特少 也就是你们这婚姻 从除了那一年以外 就一直不怎么幸福啊 对对对对 就是开始打冷战 一直就开始打冷战 最后谁提出来的离婚 我 您觉得过不下去了 对 他一直不同意 不同意就是我起诉 起诉了以后 小孩的姥姥就说 你别起诉了 我又撤了诉 以后又协议离婚 您当时就是不离不行了 对 为什么呀 不幸福 对 那种家庭那种压抑 或者是感觉太强了 已经受不了了 是那么的感觉 明白 这位先生呢 他讲了他这段婚姻 基本上是一个从头 不幸福的婚姻 他似乎说出来的东西 你看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他深沉了很多 一定是他不愿意提及的 一段故事 马老师 过去的事啊 我估计可能有 挺多不和谐的地方 是 那么 但是对您来讲 您是要给对方留作面子 对 再有一个呢 当初选择的时候 您是看到了自己之后 再去选择对方 对 因为各自原因 尤其在山东那块 我们经常说山东大汉 山东大汉 山东人相对来讲 个儿高一些 那么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 也许在读书的过程中 可能同学之间会有一些 比如说起个外号 就会加深我们 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比如说小鸽子啊 或者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词 当然到今天 我们真的无所谓了 实在怎么说怎么说 我们都可以拿自己打场玩了 对吧 对 但是在成长过程中 我们一直会觉得我个子比较矮 然后我就希望我通过婚姻来改变我的后代 不要让我的后代 一般而言啊 我们说这个这个在选择的时候 往往说这个男士愿意选择比自己综合的情况要稍微弱一点的 那么但是您当初一定要选择一个身高 一定要超过我的 当这个冒出来的时候 有可能您其他的这些条件考虑的就不够多了 对 程先生上来之后非常的幽默 我们所有人听过您的话都在笑 这个是您其实很简单在工作单位养成的一种习惯 对 处人际关系的一种方法 但它并不是您本人的一种真实性格 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说过 有一种理论 不知道对不对 人的长相 四十岁之前是归父母的 就是你父母长什么样 你生下来就长什么样 然后你就随着年年一岁一岁长 你就变了 你四十岁没划分 四十岁以后的长相不归父母 归自个儿的性格 我们看刚才那位女士58岁 他看上一点不像58的 他一定是性格极其开朗 所以他看着就年轻 他不像58岁的人 而程先生 55岁跟这个年龄正好对得上 您是一个思维极其缜密的人 可能跟银行工作有关系 您想的比说的多 有很多事您是窝的肚子里不说的人 您 我刚才说了 一上台就很开朗 但这种开朗 带有某种说 我跟你绰好关系 你看我不是一个想的特多的人 我也想的也特简单 这 中国的人有千天万 你老李不干老张干 最后总有一个干 对不对 这个不行下一个 这只能那么多 你看前一段婚姻 只能说不是个好丈夫 但是不等于说是下一段婚姻 不是个好丈夫 对不对 也就是说您希望能够有一段新的幸福生活 对对对 看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情况怎么样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我叫胡清华 来自银南起径 今年51岁 我是一名厨师 在一家私人企业工作 家常菜 我做得很拿手 大家都说我做的饭好吃 胡姐来我们认好几年了 跟我们相处的都非常好 大家也挺喜欢她的 做饭的手艺非常好 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吃她做的饭 如果您以后能够跟她生活在一起 您会非常有口福 如果你也喜欢我 我会爱你胜过我自己 天儿 天儿简直吃得太好了 亲爱的 这笑得太灿烂了 51岁 云南人 李一野厨师 需要找一位 有素质 有文化 无不良嗜好的男士为伴 说实话 我觉得到了50岁的时候 还要漂泊在另外一个城市中 会不会觉得很不擦实和没有安全感 没有 反正在外面20多年了 没什么 一直在北京吗 在上海五年 在上海五年 在上海我是自己开饭店 在老家也开 后来就来到北京 我就自己就打工了 打工挺好的省心呢 对 您要给多少人做饭呀 我就是上午的公司里面 有十几个人吧 有时候有十七八个人 一般来说就是十二三个 十四五个不定 一个月的工资怎么样啊 工资反正将近五千 那也挺好的 您对我们这个先生印象怎么样 蛮好的 我觉得这男的跟他不会同意 不会跟他 但是形象上可能有点区别 那也就是说 您特别希望在这找一个温暖的家 反正我不在乎说哪儿怎么着 哪儿以外哪儿都是家呗 哪儿有爱哪儿就是家 您是不是就是那种天生要爱别人的 我也希望别人更爱我 我是爱别人的 他是被别人爱的 您起立一下 起立 这 穿这个鞋 它没什么根 没什么根 对 它确实差不多一米六 因为我其实稍微穿个鞋 我也一米六 我只不过是平脚 一米五脚 所以您看就差不多 你有亲友团来吗 有一个好姐妹 您好 您好 介绍一下你姐姐们 我就看到你们的节目 那时候我在公台这儿上班 我就说大姐 您好就上那个节目吧 我说那节目挺好的 她不好意思 我说没事的 我说你去吧 你有没有觉得你这姐姐很漂亮 你觉得这个哥哥怎么样 挺好的 挺帅的 挺帅的 对 就是一个帅哥 一个帅哥 太好了 其实她跟二号这个女士 她沟通一下 背不住行 她沟通一下 背不住行 您是就一段婚姻吧 离婚多久了 就今年 二月份 2013年二月份 可是您要知道 您说出来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多年你们一直在一起吗 在一起反正老吵架老打架 就是出口伤人 就是不 我就是很 就在我眼睛里面觉得是很小很小的事 在她那就是 她现在还在北京吗 你前夫 没有没有 她在青岛 她又去青岛了 你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 您是什么愿意离异的 主要就是我那个前夫脾气很坏 家暴 家暴 就是说你要光从这个字面上理解 可能 可能就是说挺简单的 但是家暴肯定有其中的原因 我把这件事讲给 嗯 听听就是 我女儿手 手断了 骨头断了 手腕的骨折了 骨折了 我就 就是带着去那个医院看 就她一起 去完了 完了就是那个医生 打开那个手 包那个药 那个草药 把肉皮都拉烂了 看着多可怜的 孩子就哭嘛 我说就 嗯 不哭了 我们回去 嗯 就等会把 那个药包好了 我们就 去外面吃点 我们那儿就吃 说吃米线 我女儿就要吃米线 过桥米线 嗯 后来就差两块钱 就说 他就 我就问他药 他不给 孩子问他药也不给 他就生气了 不跟他去吃羊肉 他就生气了 嗯 就这么点事 就打起来了 他 他也不给我那个钱 就米线吃了 孩子吃米线 吃一碗米线 两块钱 他就不给 就从街上 就打 打到家里 就是说 开口就要我死 要我死的 我说 我当时就是 没地 就是这个地 沾不下去 要是沾得下去 我就沾下去了 就是实在是 所以那是一段 非常没有尊严的婚姻 对 抱着哪玩 你打人肯定不对 是吧 不管什么事 你在这有错过 好奇地慢慢跟你讲 其实我觉得 就是当你们二位 坐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都是 心里边有过压抑的人 她在那一段婚姻中 其实那么多年 她一直是个压抑状 前妻是看不上她的 或者心里边 稍微有一些落差的 而这位女士的前夫呢 经常给她热暴力 她们冷暴力 热暴力 有很多相似之处 您觉得对面这女士长得怎么样 长得挺漂亮 挺漂亮的 好 那也就是说 现在对您的印象还不错 那我们请先生来休息一下 祝你能来到这儿 选择成功 有时间可以咱们了解一下 好吗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二号男嘉宾 好好好 我感觉这好像有点差异 不如二号那个印象 其实你更新的 对 对 别人是自己的权利 被别人拒绝 也是别人的权利 我给大家讲一个 我曾经做这个节目之后 产生的一种思路 这个大姐 在北京 在一家企业里做厨师 很多人会觉得 她去寻找很难 因为她的条件不好 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人 给我讲述了一些故事之后 我就有另外一种方法 她今天的身份 她不是一个厨师 她是一个保姆 她照顾一个比她大 可能也就十岁不到的 一个男性 这个时候没有文化差异 这个时候没有物质条件 这个时候没有很多的东西 两个人日久生情就走一块 走一块之后 就碰到了子女的反对 子女反对之后 两个老人反而更要 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往一块走 我们去琢磨很多事的时候 往往会从一个文化背景 会从一个物质条件 会从一个相貌年龄去思考问题 但是我接触了太多太多这种案例 很多的以保姆的身份走入 我不能说这是对还是错 我不评价这是对还是错 以保姆的身份 她最后走入了另一个家庭 经常接触日久生情 对 我们只能这样来说 也许那个人 他的整体的状态 真的不知道 但是从接触之后 逐渐逐渐这些就开始了 包括同学之间的恋爱 也是这样 同学之间说 他们俩怎么能走到一起 真的不搭 但人俩俩就到一起去了 就是因为了解之后 发现了这个人的人品 这是吸引他的 对 我那个同学 其实在大家眼中 就觉得跟另外一个人不般配 可是他非常热情 但他这个热情绝对不是第一面 第一面的时候就能看到他的热情 女孩子没有自行车 那么就怕自己自行车 自己自行车你骑 下雨就去同学之间 他看到了 说下雨的时候 他就说我这有伞 咱们一起走 或者说你们几个女孩子 一起走 就是这些细微的地方 逐渐发现 这个男人好热情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仅仅凭一面之交 为什么选择我们说 一定要有个献花的仪式 说明我愿意跟你交流了 如果在交流过后 你会发现对方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吸引您的不是相貌 我喜欢这样来形容 所有人都是一个字符 就是您区别于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看台下刘姐 以及旁边的大哥 还有我们雅哈儿韭菜姐 您说到底谁长得更好 更英俊 更漂亮吗 真的直到今天咱们的接触 就一见面这个大个儿的 刘姐 旁边那个 他代表的就是他是谁 而不是说好看不好看 包括灯笼姐 杨静 杨姐 我第一见杨姐的时候 我说好漂亮啊 但是直到今天 我跟他接触 这就是杨姐 仅此而已 所以相貌就起到一个这样 A区别于B区别于C 这样就是对了 就是我刚才说了 我们不评价保姆这个问题 是在保姆这个背后 我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保姆 进入他家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说 这是我跟你介绍的对象 这个人他绝不接受 他会挑出他无数的问题来 但是为什么后来很多的保姆 能够走入一个家庭 我还是那句话 不评价着他对错 是因为他的工作 就是照顾另外一个人 他在长年的照顾中 他介于一个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之后 那么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就会出现一种模糊 谁在老 人老的时候 谁在照顾谁 其实是老伴在照顾 所以有时候 我们来相亲 有时候在想 选择是不是真的 就是这么几句话 大家就真的 我们如果这几句话 就能成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成的是一种意象 或者说第一感觉 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 在这现了花之后 出门 两个人两句话没有谈好 然后就各奔东西了 很遗憾 如果我们有一个流程 我真的特别希望 我们将来 我们的栏目组的背后 能够成立一个真正的 一个相亲的一个组织 给大家提供很多的条件 让大家更多的 更多时间的相处 我相信成功率也高很多 感觉他呢 吃过苦 在外面漂泊了二十多年 每一个城市他都待过 比如说在上海 在北京 还在其他的城市 他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家的状态 他习惯了漂泊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如果能找一个合适的人 这个人未必一定要是北京人 对不对 哪里都可以 也许会带他到一个新的城市 他认为只要有爱就有家 对 并不是说有家才有爱 对吗 对 所以其实你想要的 就是一份最简单的爱 对 唱首歌吧 唱首歌非常好 唱首什么歌 我是银南人 我就唱我们银南名歌 叫什么呀 绣荷包 绣荷包 来 咱们也不会唱 就是为了参与 对 回家参与 对 小时小情歌 等下等等着 不等亲妹们 要等哪一个 不等亲妹们 要等哪一个 如果你叫这个二少 你嘉宾和一样 跟你沟通沟通 能握着心 你真紧一个 你给他谈一谈 别不认为哪咋能撑了 现在呢 我们场上呢 有两位先生和三位女士 如果您觉得有一位 我心里觉得还不错 愿意跟他继续交流一下 那么两位先生 把你们手中的玫瑰花 送给他们 一号先生 选择吗 放心 为什么 三位女士非常靓丽 也非常优秀 可能我自身愿意吧 不是我一样的一款的 我放心 好 二号先生 您选择吗 选择 选择 对 你想好了 走到这儿不能想 对 我想想给你 能接受吗 谢谢 这只是一束花 一束花的问题 好吧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是 了解就机 那就了解一下 好吧 了解一下 好了 来 来来来 恭喜 恭喜 人家跟你握手呢 你哪去了 高兴的 给王儿给钱 很好 很好 所以有的时候吧 他就得执着努力 对不对啊 而且 这姐呀 我真的跟您说 您经历了那么多风霜雪雨 您现在要找呢 没别的 就玩命对你好就行 幸福就好 好不好 希望你们好好了解一下 关键 人家 人家在这牵手 你脸红什么呀 像下次 你是恨了是吧 对 这不等我呀 对 下次 下次 你是等他们交流不行了 等您呀 行 您觉得 当伦姐不合适您吗 挺好的 九三点呢 这多挺好 您这样容易找不着 我自己有毛病 好 我们来 掌声欢送一下 我们选择成功 两位 在节目录制现场 我和二号男嘉宾牵手了 然后下了台以后 我们经过相互了解 感觉还是都不太适合 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有点感情 希望变得以前的朋友 如果喜欢我的话呢 跟我们男朋友联系 谢谢 一个是直摔大方的 北京大妞 变得重要 还是幸福重要 我一想也是 还是自己幸福重要 哎呀 我姐说一咬牙一跺脚 来吧 一个是儒雅自信的 东北男人 我先征占女士的意见 你想喝点什么 她们能否迸发火花 一个是再次返场的 石在先生 到这儿来有点生 这会儿熟了 熟了 来一趟了 就熟了就 一个是嘉宾亲友的 那项女士 哎呀 快躲到那女孩背后去了 哎呀 她们能否走到一起 有意思挺大的 不是一点 我能读懂她的心 一个是内心强大的 厚道先生 我想有个家 家中有个宝 一直陪伴到老 一个是身材高挑的 漂亮女士 那人都是正常一步 我就得到 对呀 多穿二尺步 身高能否影响 心的距离 那今天你比方说 对面这位女士 身高一米七二 您觉得有压力吗 最终的选择将会怎样 敬请收看明晚的选择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情婚 所有怀疑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刻 亲爱的我想